在这一视频我们要谈资料的群组化 也就是说刚刚这里的行政区呢 它又分成了几个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 那我们想要把同样的地区呢收集在一起 就会透过这个group by 地区 那收集在一起之后呢 这剩下的资料要怎么处理呢 例如我们可以把每个地方 这个资料取个平均 像DFCLand 那这里的面积就是用这平均的 那第一次讲 对这平均的GDP 来做一下这个排序 那第四讲 那这一讲呢我们就来谈资料的群组化 我们先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地区的这个雨量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平均雨量 平均雨量 我们来画这个长条图 看这雨量的 那看这雨量分布就可以看到 华南的平均雨量是比较高的 那西北是比较低的 那看完雨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美省的最高峰 这个分布 那可以看到西北跟西南这个最高峰呢 其实是比较高 那当然华东就是靠海这边的一个 海拔最高的部分呢 就平均来说是比较低 那在前面呢 我们对地区GDP之后呢 去做个平均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求总和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BF4S 好 那求完总和之后呢 我们一样做个这个排序 所以这个SowValues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对这个人口 来做一下这个排序 好 所以现在这是看人口总和 好 所以这几个人口总和 现在这个 在这个缺分下呢 滑东这边的这个人口呢 是最多 占了大概4亿 好 那西北东北这边大概是1亿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前面的这个散步图 来看一下 就是Skater 这散步图 这个散步图 我们来看一下211大学 跟人口的关系 好 那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 这里的人口多 那这边211大学也多 好 那像这块211大学非常多 这个是华北 那当然最主要可能是北京的部分呢 就是有很多211大学 那如果我们想要看这211大学资讯呢 一样的DF4S 但是这边要杀一个方框 211大学 那接下来执行 好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华东跟华北 211大学的数量是相当的多 好 那前面是对地区做分类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人口密度的等级 来做分类 我们先来复制一份资料 DF4等DF3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让DF4呢 这个多一个栏位 叫做人口密度等级 它会等于原本的人口密度 apply一个转换 好那这转换呢 比较长一点点 就是说如果它怎样 大于1000 我们就把它叫H 那如果呢 好 接下来 那接着呢 比1000小的部分呢 我们就分成500以上叫M 那最小的部分就叫L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转换网的结果 所以现在就多一个栏位 这边有L M跟H 对 那根据这新的分类呢 我们一样可以做的group by 好那现在就分成这三类 对 那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HL M各有几个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value count 来执行 好那其实这个L25个 M5个 H3个 所以这个切分呢 可能切得还不够好 那所以刚才这几个分割可能分不开好 那我们都会改成这个600 那这里改成这个300 对 那这个分割 那这个分割呢就比较均匀一点点 那在新分割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人口高密度的地方 211大雪跟5A景区 都是算它比较多的部分 然后高深的部分呢就相对的比较低 那我们快速回顾这节动员 透过group by 群组化 我们可以把原本很多笔资料 再容缩成比较小的几个类别 那看一下不同类别之间的这个数量关系 那群组化之后呢 我们一样可以看这个柱状图 然后散布图 那在这人口密度等级的例子呢 我们是利用apply这个函式 把原本的人口密度 根据不同程度做一些分类 那接着再群组化 看它的一些资料关系 以上这些都是对二维表格资料 的一些基本处理说法